各位聽眾 歡迎收聽神宗課 經歷基督的真實 今天是8月5日 體目名為 每線門都闖開 事日經文出自啟示錄21章12至14節 有高大的牆 有十二個門 門廂有十二位天使 門廂有寫著以色列十二個支派的名字 東邊有三門 北邊有三門 南邊有三門 西邊有三門 城牆有十二根基 根基上有高揚十二使徒的名字 我也是這樣說 新耶路撒冷是上帝將會 永遠與他指紋同住的地方 他的十二導彈門上寫著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名字 這種作法竟然可以追溯到以色列 以當年在曠野紮營時期的歷史 當時 各支派以三為單位 分別環繞匯莫的東 西 南 北 四個方位紮營 而新耶路撒冷城的形狀 正如當年的致勝所 長 伏 高 都相等 上帝賦予了十二個支派 和十二使徒類似的使命 在以賽亞書49章6節 十二個支派是要成為愛邦人的光 邀請他們也來認識上帝 和他建立關係 而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節 中使徒是要令萬民成為耶穌的門徒 因此刻起城裏的建築物 根基和大門之上的這些名字 不僅代表將會和上帝永遠同住的那群人 亦都代表肩負全福音工作的同一群人 每個以色列支派都有其鮮明的特質 在《文素記》二章二節記載 當年在曠野中摘營的時候 他們都是跟隨自己支派的旗號 而雅各也曾經在《創世記》四十九章 誓所每個支派的獨特性 可見你服侍上帝的方式 不需要和別人一模一樣 儘管我們都是構成耶路撒冷城的一部份 但是 每個人亦都很獨特 重點是 你要能夠成為城門之一 藉著你的恩賜 幫助別人和上帝建立關係 進而得到拯救 你無須要成為別人的複製品 因為上帝就是要透過 好像你這樣的人 令某個人進入到他的國度 儘管人要回到天父那邊 唯有透過耶穌基督 但是 上帝需要各式各樣的人擔任通道 令到各種人 都能夠有機會 會接觸到上帝 如果一個教會的福音工作 是完全仰賴某位牧師或傳道人 那就不可能成功 這些是因為每個人都只能夠 對某些人產生影響力 如果全道工作 完全依賴少數那幾個人 這樣 通往天國的大魔 就會少了很多 因此 同樣 所有大魔都闖開 每個人都盡情發揮恩賜 我們就能夠看到 更多人進入天國 認識耶穌 並且獲得他的拯救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歡迎聽眾繼續收聽 明天的神宗課 再見